我学第四十日 基督的完美肖像 根据若望福音 耶稣一开始传教的时候 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找什么 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他向到坟墓找他的 玛利亚马特勒纳说 女人 你哭什么 你找着谁 耶稣的这两个问题 在历史里面 和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断地回响 没错 生命就是一个沉默的旅程 寻找一些事物 寻找一些人 很多人穷一生 都未必能够找得到 因为他们在错误的地方去找 而有些人 就不断地兜圈 更加有些人 因为种种的原因 停止了沉默 耶稣在成长里面 都是以这个为依归 主耶稣对天父彻底的信任 令到他能够毫无保留地交付自己 他从来都没有过问过究竟 更加没有质疑过天父的安排 他爱天父到底 亦都跟天父到底 这个成为了主耶稣生命的基石 这个四周期的秘证 人生沉默的旅程 是不会停止的 但是会有一些清晰的标记 令我们知道自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这个就是耶稣在復活之后 第一句 和门徒和我们所说的说话 他说 愿你们平安 这份平安就是最大的标记 有了耶稣和他所赐的平安 作为这个沉默旅程的伴侣 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方向 也会越来越清晰 就算生命仍然是颠配流离 而充满了挑战 我们仍然是会经验到 圣奥师定所渴求的状态 即是 主 我们的心是不会安静 直至到他在你内安息 那份渴求在主内安顿 安心和安息的感觉 成为了我们的目标和支柱 不断地给了我们力量和毅力 令到我们好像撒玛尼亚妇人 最终在井边和基督真正的相遇 从而获得一份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自由 这份来自耶稣的治愈 可以令到我们坦然接受 和拥抱自己生命里的不完美 即是好像 软弱 佛力 创伤 破碎 罪责 不宽恕 焦虑等等 这些一直纏扰着我们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捆绑 主耶稣希望亲自为我们松绑 令到我们好像撒玛尼亚妇人 由生命里的谷底跳跃出来 面对自己 面向天主和所有身边的人 如有神座那样 愿意在人面前 去见证自己和天主的相遇 和天主的真实 不惧怕在人前坦露自己的过去 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 自己的过去 和现在的种种软弱 反而就成为了 为天主做见证最有力的工具 而其他人呢 他也会好像圣经里面 其他撒玛尼亚人 因为听到妇人的见证 而愿意开放地 和主耶稣建立关系 这个不是我们都渴望达到的目标吗 到那时候 我们生命里所需要把持的 就不会再是那些财富 名誉 成就 甚至是自己的才华 和能力 而是好像圣保禄中途 在格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里面讲述 在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天主是这样和他讲的 有我的恩宠对你来说 已经足够了 因为我的德能 是在软弱里面 才完全显露出来 所以 保禄竟然甘心情愿 夸耀自己的软弱 而不是自己的能力 抱恿基督的德能 可以整天都在他身上 能够为天主 和在主内夸耀自己的软弱 就是我们身为基督追随者 在生命里面最大的自由 就好像主耶稣为我们 所立下的榜样 他的生命 不是去团职 有利自己的条件 而是不断卸下 甚至去到最后 在十字架上 自己身心灵所拥有的 都一一捐了出来 身无一物 而自己所依慈的 就只有天父的德能 拥有天父 主耶稣就拥有一切 也都能够成就一切 主耶稣就是天父最完美的写照 我们最完美的模范 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 彻底地跟随他 不要将以他的至性保月 换取得来的新生命 虚好在不重要 那些我们不能够 带入永生的事物上 主耶稣给了我们两大任务 而首要的 就是要好像他爱我们一样 这样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学习他一样 不望回报的付出 以作为回馈 他对我们的爱 主耶稣热切地期望 我们每一个 都好像增饼奇迹里面的小朋友一样 愿意将自己紧有的都奉献出来 就算只是五饼二鱼 耶稣要在我们每天的小奉献里面 再显奇迹 和透过这个方法 和我们天天在一起 最终他希望我们在家庭 教会 和社会里面 建立好像早期教会 爱和共荣的团体 藉此 吸引更多人去认识他 和接受救恩 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派遣我们 好像萨玛尼亚妇人一样 在主耶稣身上 不断地取得活水 以获得力量 在生活里面为天主做见证 不再是依赖自己的能力 而是依赖天父的德能 耶稣希望我们在 履行这两个任务的期间 仿效祂不断卸下的精神 亲身经验在主内 靠天主的力量 去履行使命的那一份轻松 和重拾那一份 以往因为种种执着 而消失的自由 主耶稣希望我们知道 到最终 当我们离开一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唯一能够带走的 就是那些我们在现世 没有条件地施语的事物 与其在生命里面 费尽心思 不断地满足自我的欲望 那不如就学习 不断地卸下和施语 祝愿大家 不是只是成为基督的使者 而是成为基督完美的反映 祂真实可见的肖像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祢在这四十天的备静里面 令到我重新审视 我生命里面种种的渴求 哪一些是最重要的 符合天父圣意的 也都带领我走近天父的 而哪一些就不是了 求你的圣神光照我 和赐给我智慧 令到我所渴求的 吻合你和天父的渴求 求你赐给我一伙 谦卑降伏的心 愿意卸下任何阻碍我 彻底爱你和跟随你的事物 和就是坦然 接受你给我的一切安排 和委派我的使命 透过我的卑微奉献 和靠着天父的德能 我渴望成为你 爱和救恩的器具 为你和这个世界解渴 主耶稣 请你帮助我 令到我成为你在世上 完美的肖像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天亦然直到永远 阿满 感谢你参与这个四周期的 四十日灵修之旅 我渴望 希望你有所启发 和得着 为各位的灵性益处 生命恩全每年都会投放 不少时间和心血 制作不同的灵修项目 而我们的所有事工 都是透过支持者的 慷慨捐助 才能够延续 我们希望你以祈祷 和捐款支持我们 请用网页 lent.fll.cc 顶部的按钮 做网上捐款 冲心感谢你的支持 祝主内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